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 今节由我去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谢谢 台阳不如今节回来又要说一些买房的东西好吗 是好 有时我们都知道现在买房比较难 我们也有一句说 成功靠腹干 也是的 有些人的确是因为父亲真的很厉害 继承了父亲的资产 很小就能够成功成为业主 当然了 继承父亲的资产 也不一定要等他归天才行 如果父亲见到儿子 也认为长大了 买房子 然后再娶老婆儿子 开枝散业 最高兴 不用娶老婆儿子 儿子 你长大了 你要出去扣女儿 做一层房子给你 那就可以了 有层房子就会比较高 是吗 当然了 有房子有高潮 当然了 你说是不是要这么厉害 不过我觉得女性来说 都可以列为一个叫做 考虑的因素之一 明显是 没有房子 真的会考虑多久一点 谁跟你捱 女儿子不考虑 女儿子的妈妈也考虑 爱母 爱母才是最重要的 未来 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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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 这么快 不要乱叫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父亲那一辈要找到这笔钱 来帮小孩儿子 让他可以上车 其实很多人的关键位 都是叫做首期的问题 如果家人帮你办成首期 然后自己去供应的话 是 因为也多这些情况 其实父亲那些 要找这笔钱回来 也不是容易的 撕出来有血有汗 是不是 就是了 当然了 这么容易 找钱真的这么容易 你猜哪里黄金 香港地真的不是的 很难的 所以到了是时候 给这些钱 或者说 儿子去看楼房子 看成如何 或者儿子跟爸爸说 爸我想买楼 或者买哪些 出现了一种 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 可能比较偏远 或者地点很辟 辟到什么 但是建了一栋 看上去很帥 可能又有玻璃幕墙 又有露台 什么迷你的騎楼 还是什么 很有趣 看上去是灵施 醒神的 但又很有趣 又不是有什么大型屋 又有少少格涉 又或者可能 是一些比较旧区 在城市里面突然间 弄一栋 俗称 藝豪宅 可能又有一些 很少少的会所 其实大角咀那边 有时你走去那里 看看旧楼那一堆 突然间 信和 都很流行 弄了几栋 我以前也有朋友 住在那里 晚上很陰森 在那里 是挺漂亮的 挺好的 又有会所 有个派对屋 给大家开派对 不过 你走的时候 也挺陰森 你要先截定的士 那也没问题 我认不陰森 其实也是看个人的感觉 可能有些人喜欢 宁静 看看你如何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到最后走的时候 哇 这里比较稠 因为后面有些旧楼 在重建 准备收到楼 我还拿过 胶袋 将冠汽水 入定在胶袋里面 当流星锤 随时 人家打走 抽下去 不用挂 有秘无患 好一点 那我说一说 老实说 这一类型的新楼 好像很漂亮 价钱也相对不算很便宜 其实在一些这么辟的地方 楼买到这个价钱 很明显 羊毛出自羊身上 这些辟的 我们叫做很漂亮的楼 可能设备 厨房的配套 厕所 大堂也做得很漂亮 但这些 增值 其实都加在 你的楼价 其实是间接 叫做买卖的 可能在于我和台阳 甚至乎一些 比较上 人生经验 丰富一些 哎呀 儿子 为什么选择这些 为什么不选择这些 老牌屋院附近 然后这些年轻人 就会说 这些叫什么 废佬住的私楼 原来说 是吧 废佬住 有楼你住 还说要废佬 废佬才住 废佬才住 梅丹堆 什么 他们做了一句话 就是 就算我们买这些 新正的楼 辣米楼 什么都好 一打开门 可能就已经看到一张床 床旁边就是煮食 我见过这些 哦 他们说 宁愿买这些这样的楼 这种新楼 亿地产商好过 如果我父母听到这一句 我真的心都紧了 是啊 我也觉得是 没理由 我这么辛苦赚钱 你竟然说 用来这样 益了地产商 就算了 老实 老牌屋院 是不是真的不太好 而且他们 直接夸张到 连太古城 黄埔 美孚 这类 比较扭龄高的屋院 都不会考虑 你说美孚 是不是很耐历史 对的 你上去的走廊 那些装修 又是纸皮石 是比较旧的 不过我看到 那个地下大堂 就是重新再装修过 都算是OK 你说黄埔 是不是很旧 我觉得是OK的 是啊 很新 是啊 而且那个地段 很正的 是不是 美孚新村也是 在正的地铁站旁边 这么正的位置 你要去哪里 都很快便到 甚至乎 你去旺角太子行路 如果你的脚骨力很少的话 是不是 很方便 去哪里 都是 所以我觉得很夸张 黄埔 现在最新有港铁 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 吃东西 或者再去其他地方 辐射出去 很多地方 小巴也行 港铁也行 有没有先剪了很多小巴 我发觉又不是 不会的 海旁那边走一旁 黄埔真的挺正的 虽然屋苑是很久的历史 但是这么正的地方 你竟然说 煤灯灯灯 不是挂 是啊 真的 太古城都说 不会考虑 就是南韦有些人 之前卖了 现在都丢了心口 是吧 是啊 没错 很惨的 所以我觉得 就算美孚如何 我可以说一些实例 我有朋友 之前也在节目提过 他是做地产的 他有分享一些经验 他有时候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会觉得 什么煤灯灯 或者这些废老才住 他们有时候是坏的 就是地产的 不是我朋友也有点 我都觉得他有点坏 他也会说 你看不看美孚那些 不错的 正宗大王 交通方便 就像台阳那样说 带他走到那些花园 看到很多的阿公阿婆 坐在那里 木缸呆制 买大嘴巴 然后不知道在等什么 那些 然后那些姐姐 在那里挖一挖一挖 不知道又想怎么 然后那些小孩 又踢了个菠萝噴水池 Viva仔叫 喊呼喊呼呼呼 然后看到 哇 然后带他走一个旋转楼梯 上去上面大家乐 又马会 那些 看到 哇 这里很旧 然后说 是呀是旧些 不过有这样那样 有大家乐 有这样那样 很多东西 说得很开心 都说不好 你看看 人又老又旧 有没有其他 然后就说 有 其实在附近 就哄他们去 宏景台 星月居那边 即四小龙那边 就去看一看那边 那他们一去到 哇 星月居很棒 打保宁 到时叫朋友来 都威威吃鸡 是吧 那就是 如果你叫人来 来到美孚那怎么办 在公园打字花 就打保宁 好肉酸的 是吧 即是他们觉得 要有什么会所 那些才够威 他说 那倒是 有些人觉得威 其实 不知是潮流行 告诉人 我住那里 我家里是有会所的 我都不常去的 是不是威 他们不是说会所的 Clubhouse Clubhouse 哈哈哈 哈哈 来我Clubhouse 来我Clubhouse 玩吧 是的 是的 我在那里等你 好吗 你进不来就行 等我带你进来 哇 神经病 哎呀 这种优越感 就是宁愿给钱 地产商赚 都要这样去买 有时这些手机 有什么优越呢 其实是虚幻心 虚幻心 很多时候Clubhouse 可能 头那几年 比较多人用 慢慢经营得 不理想 就会搞到越来越少人用 最后整个Clubhouse 还丢空了 里面的器材 都搬走 最后都不走 搞了几年之后 我见过很多不少的地方 不少的屋苑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不知道新的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有的 有些可能他们泳池 又保持着 又说 啊 好不好呢 夏天的时候 开短点 冬天的时候 就放了水 还是怎么样 好像以我的经验 就吵到拆天 就说 喂 如果泳池没有水 那些人来到 看到你的泳池干堂 我还需要买楼 买楼的 起码 你层楼 起码跌一成 我见到业主流运法团在吵架 就在吵这些 又说 怎样都要保住 会所的水池 要有水 因为保住有水 又不能够太多时间 又麻烦 又会去水 那些钱 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啊 再说一下 今天又说到 他们说 因为新楼用了落地玻璃 有露台 彩光十足 又说一落楼 就可以游泳 又可以健身 又说 住了 人都精神一点 生猛一点 很难回头 那就两看了 你问我 就算家里有健身室 或者游泳 其实你也很少游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觉得 戴衣服也不是 不戴又湿了 然后抹一抹 又觉得不舒服 然后你又觉得很烦 然后还是不游 扭扭扭扭 不如不游 你说是什么晒在太阳 你交开管理费 如果你不游泳 你就白交 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 多数来说 这些会所游泳 另外就要买游泳券 哦 是这样的? 就不是免费游 还有健身那些 可能有时候 知道 我自己知道有个屋苑 任由住户可以自己游泳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地方 是要买游泳券 但是你无论如何也好 你管理当中的开销 都是在管理费那里扣除的 没错 这一点就是 其实大家都要分摊 再借这些会所的东西 也会令到你单位的实用面积 不满 也会相对少了 还有健身那些 老实说 那些器材很狡猾 我经常觉得 就算有 很快 就有的卡卡卡 很快玩到殘忍 因為不用錢 不用疼愛他 又不用買套票 就踩壞他 單車不斷狂撞 踩壞他 踩壞他就覺得自己賺光了 有些人有這樣的感覺 有些人看見是很把火的 他們會建議你健身身 沒有人就關燈冷氣 我還記得有些離譜是怎樣 開大他走人 是開大他坐著健身單車 慢慢慢慢地動腳看電視 那部電視這麼小回家看 就要上高頭看 當是在運動動動腳還是怎樣 有自由但我覺得有點熱浪費 一直拿著炸雞腿 一直踩跑步機 是不是這樣 很離奇 所以你說是不是這麼不值得呢 再者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那些會所都是 坦白說 一開始覺得很過癮 會多點去 其實上班下班這麼忙 放假也不想下去 你寧願出街 約上是 有時候你去會所 可能遇上人多的時候 你是不想進去的 人少的時候 可能人家開都不開 是不是 不開 那怎麼辦 可能又要找管理員幫忙 開開 其實玩得很無印的 一耐了就這樣 本身會所不是一盤生意 不是生意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就沒辦法很有效地管理 一般來說 一個會所開了頭幾年都還可以 慢慢慢慢就越搞越行 我只見過很多不少的屋苑 就是本來就有會所 搞到 到最後 機器又殘 東西又老化 又不買新 他最後的會所都關掉了 就丟空了一個房間 所以說一下 有些人都覺得 老牌屋苑來說 例如美夫 黃埔 太古城可能差一點 交通來說 真的叫做無敵 是嗎 沒錯 有些人就說 其實這些老牌屋苑的尺寸 和實用面積比較高 就會大一點 住得開心一點 也有派對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叫做局促 我還記得 見過有些人 就是買了納米樓 他本身 可能在公司的職位 也不是說叫做太差 不知道是副經理還是什麼 之後就看到 你們在附近 不如你家裡拜年還是怎樣 怎料叫人上來的時候 人家看到大堂是多漂亮 然後上去後 哇小到瘋了 直接連床都要貢獻出來 給人坐 又說什麼 煎蘿蔔糕給人吃 又油煙又大 搞到有咳 還是怎樣 然後小孩子又說 扭脾又說要走 然後糕都未吃 就走了 然後還在怨 為什麼呢 你弄得很醜 為什麼要買納米樓 壞人 納米樓其實不太適合招呼一大棚人 招呼一兩個朋友都還可以 你整大棚人來拜年根本就不適合 只能夠這樣說 沒錯 所以年輕人方面 就算你們想選新樓的話 起碼都要看看價值方面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們都說過了 為什麼很多人買新樓 會隔了幾年之後 都是要選手離場 因為樓宇的增值已經在你買入的時候 已經反映到 即是你基本盤 要升過你的增值 你才到你開始追得到 跟大市的走勢一樣 然後才開始有得賺 因此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鄺俊宇 鄺神 我們都說的 他那時候買了一層樓 差不多一千萬 他就是買了那類 在大角咀那些 無緣無故重建了一棚翻身 然後就說什麼豪宅 他的增值其實也有份買下去 就是那個豪宅的增值 究竟他要升到什麼時候才升到他 或者升到開始有錢賺呢 雖然他買的 去到這段時間 也有一定留著的升幅在那裡 不過似乎我想應該都還沒開始賺到 是啊 沒那麼快 哪有那麼快就讓你賺到 除非你幸運人有一個接盤盒 認識到一個接盤盒 接了你的盤 而且還可以賺得不錯的 那你才能夠賺到 但是這些機會是不可能發生的 對吧 所以記住了 家人賺錢真的很辛苦 有血有汗有淚 對呀 你捱得那麼辛苦 你自己也要工 因為你不僅在家裡捱到你捱了 如果你認為這樣是為了要威風給人看什麼會所 告訴別人住在哪裡拍照 不知道有什麼那麼好的曬命 有時候我覺得 買個村屋連天桌或連花園都更威風 因為始終屬於自己的地方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看到那些大堂很漂亮的那些 當你經過大堂回家 有時候想想想 其實他弄得那麼漂亮 那不是你的 沒錯 我也不是睡大堂的 那不是你的 是不是 大堂又有沙發等等 有那些像酒店推行你一個很高的車 整個人那麼高的車 有時候可以幫你推東西 我想想你給這麼好的服務我有什麼用 沒有意思的 真的沒有意思的 我這麼久都沒有用過 不會享受到 都是風塵榜 其實有時候可能穿得很漂亮 有製服有這個那樣 有什麼意思的 用鬼島嗎 都是他在那裡享受的 是不是 做這麼漂亮的大堂 所以我反而 我自己選擇 我反而寧願選一間村屋 選一間村屋根本就沒有會所 最多有個看間可以巡下共屋院 尤其是 尤其是你買最底下的那一層 一般來說就連個花園給你 或者你買最頂的那一層就連個天台 這樣 起碼真的屬於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買一些健身器材放在那裡 我那間健身房告訴別人 這樣就更威風 那間健身房是我的 你比去匯所好 你這種整法就像蘇文峰 蘇文峰就住在某一條公路腰帶那邊的位置 他就是這樣的 他在頂層那裡 他就整個 是Bang波房 Bang波房 是 這樣爽的 我自己認識有個朋友 他是住村屋底下那一層 連個花園 花園 放了一些健身器材 木人莊 自己的地方打木人莊 不知道多爽 嘩 嘩嘩聲 所以 那些年輕人就不要這樣說 又說什麼廢老屋院 還是怎樣 很坦白說 有時候自己想想自己怎樣出身 這些所謂的你口中的廢老屋院 是養大了很多不同的社會階層的精英 都是在這些地方出身的 記住 英雄莫問出處 也不要因為什麼地方還廢老 又這樣那樣 我都不是那麼好 是嗎 沒錯 好了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